最近听过这样一句话,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,姿势还纷繁各异,有人比你努力,有人比你聪明,还有人可以凭别碾压你。 当你努力想要站在罗马的土地上时,有人却直接出生在罗马,对于这些仿佛开了挂一样的人,你只能安慰自己,没关系,像这种超级挂的毕竟少,不可以就好。 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,在你和水连连往罗马走的时候,当初跟你一起出发的人都在陆续抄过你,渐渐的,你开始害怕了,你觉得他们好像都犯规了,纷纷在自己的人生里开了挂,你想举报,可惜找不到举报按钮,开始骂骂咧咧的埋怨不公平,而在你抱怨的时候,依旧有人在不断的抄过你。 你甚至都没有想过,为什么这些人在突然之间就超过了你,抛弃了你,把你狠狠的甩在了身后,真的是因为开挂吗? 不既然吧,今天我们就来聊聊,在工作中,你曾经见到过怎样的令人惊叹的开挂操作呢? 那个职位,我本来胜券在握的,前段时间企业打算调任一位同事去广州的分部担任财务总监,我特意向高层打探过了,分部财业总监不仅职位上有了提升,心词上更是大幅提升,而高层的意思是现在分部历练一下,调回本部后直接进军高层。 我已经在企业待了好些年,算了上老员工了,平时的工作也是本本分发的完成,基本上没出过什么大披露,可惜这些人一直都担任着部门主管的职位,手下的年轻人都换了好几窝了,自己也远看着步入中年,还一直这么高不成低不就大,总觉得出去见朋友亲戚的时候特没念。 想着这次广州分部的这个财务总监,应该是被我莫属了,毕竟其他人没有我资历深,也没有我工作经验丰富,高层大概是想趁着这个机会,给我一个升职的可能性。 虽然家里还有老婆孩子,这一次去广州还不知道了要去多久,但是一想到家里的经济压力孩子以后的上学开销,我回家和老婆一合己,咬咬牙决定。 这趟广州之行,决定了,为了能够成功当选分部的财务总监,我那阵子工作特别认真,也经常加班到很晚才回去,还有几次在电梯里偶遇高层。 那部学班那天,高层们问了很多问题,我凭借自己过硬的经验也回答了不少,只是当问到证书方面时,我却傻眼了,面试官说,希望分部的总监是个有群局思想,能深入思考问题的人,以专业的财务管理能力,为分部制定发展规划,带领分部有个美好的未来。 后来的面试结果,是一个刚进公司没几年的新人得到了这个机会,平时为人低调,我们都没想到他居然是CMA时证人。 不抵在面试时和面试官侃侃而谈,而且对于财务管理方面,有一套自己的独特想法。 面试官高兴的连连点头,当即就敲定了他为最佳人选,结果出来的时候,我有点羞愧,入行这么多年,只增添了一些工作经验。 然而,我却忘记了,财务人的晋升之路,是由证书铺就的。 现在的我根本离不过那个只有CMA证书的年轻人,他的开挂不是凭空而来。 后来,我跟那个年轻人聊了聊,知道他是利用下班后和周末的时间,来学习高段网课。 被考得时时间前前后后,算起来大概有一年,年轻人说,他每天回家不管多累都会抽出两小时看高段网课,周末再忙事再多,也会留出一天的时间为自己充电。 在大多数人打着游戏,刷着抖音的时候,他在看书,在别人出去吃饭,落床睡觉的时候,他在刷题。 由此,我想到了曾经有人同我书过的话,我总以为别人开了挂,不然为什么升职加薪的总是他们呢? 但是,我忘了他们,要么比我努力,要么比我有钱还比我努力。 财务生涯中,没有什么人是真正可以评开挂,就一路畅通无阻的,你别别人甩掉,只是因为自己不努力而已。 财务人没有开挂,努力考证,努力提升自己才是你唯一的挂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财务人税